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要做拉回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跌了22点 今天9170 从大盘1014点跌到今天跌了844点 当然一定很多人做错方向的 我们看一下 大盘这波下来 到6月9号的时候 它已经跌破 几乎除了这几天之外 几乎把一年的低点 今年104点低点 差一点都要跌破了 当然这个不用怀疑 一定是有问题的 电子股更明显 电子股在6月9号 就把一整年的低点都跌破了 因为这里是1月 这里把一整年的低点 全部都跌破了 我们说从技术线形来看 月线季线年线半年线 所有均线早就都跌破了 可是一定没有人告诉你 这是很简单的 这是每一个分析师都知道的 哪一个人做股票不用看 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 每一个都要看 不一定把它放在最重要位置 但是一定会参考 对不对 可是这四条线都跌破了 没错都跌破了 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盘有问题了 因为它很简单 它手边都是多单 它当然不会跟你讲 这盘有问题了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很多人解盘是没有跟你讲真话的 那如果跟你讲真话 怎么可能跌了844点 都没有任何警觉 也没有跟你做任何的提醒 第一个失职 对不对 跟战卫兵一样 你战卫兵结果敌人跑到营区里面去了 把这个指揮官在睡觉把它干掉了 那这卫兵在干嘛 卫兵失职了 对不对 第一个失职 第二可能就把自己的 那手边有很多多单它不能讲空啊 那讲空 你为什么手边都抱多单 自打嘴巴 所以都没有跟你讲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赢家永远比输家多一招 最少多一招了或许很多招 笨蛋都是等到输到垮掉了 财产输光了才会承认自己是笨蛋 他不会认输的 他做错还是一直凹 这市场的现况就这样 顺势操作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多头市场不做空 现在当然是空头市场 所有军心都跌破 空头市场不做多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今天 还在拼命教你做多单 那当然一定是做错了 来 怎么知道是多头空头 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变绿色上面一大堆反压 这当然是空头 现在都往下了 对不对 电子股更明显 这空头很久啦 你走空很久啦 所以有人说股票怎么做都做不赢 常常做不好 然后心理压力很大 其实股票真的很简单 那只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跟你指导 那你常常把错误的东西 当作正确来看 最后赔了很多钱 当然就觉得股票很困难 我们举一些股票做例子来 你看 严华昨天跌到198 那你看这样从272跌到198 这拉回很深耶 跌到这里 天哪 这几乎半年都 低点都快要跌破了 那你还回想 这一段 应该不能做多吧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段不能做多 你要去分析 你要去研究 要去看军线 要去看筹码 要去看很多消息 听法说会 太累了 你搞不完的 你一档股票这样搞 你台湾1700多档 你怎么搞啊 你不可能这样搞啊 所以很简单 你必须最快速的速度 多快 1秒到2秒 这几乎不可能 跟周太空梭一样 一看就知道 这股票不对了 那你就赢了嘛 对不对 一看就要知道 不是等跌到这里才说 这个不能追哦 这一段不对了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本事 股票怎么会做不赢 你何瞅股票上的钱赚不回来 不可能啊对不对 那怎么判断 真的1秒钟吗 这需要多久 这一段就这一段了 这需要多久 这反压从手卖讯很多就转空 这一段就不要做多 甚至反手放空 等它跌破200你就是赢家 那跌破200是赢家 你高档要空 不然要卖掉 卖掉可以 空也可以 跌到跌破200 好 那你把时间回到4月21 如果你在这里243有空 那为什么要空 这里反而要这么沉重啊 当然看得懂啊 这里为什么不空 这里都多头人怎么空 那来到这里你要卖掉股票可以 反手放空可以 那如果你在这里有空 243 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请问等它跌破200 那你不是等于赚40几块了吗 那请问如果一档股票都可以这样做 头这边哦 你会不会开心 你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 你会很开心 而且没有压力 事情做对了 人跟对了 哇 每天都很开心 很愉快了 做对的事 每天都是开心的 走对的路 每一段都是精彩的 你不会走到死路去 走到死胡同 走不开 一直在那边绕 绕不出来 陷入迷魂镇 对不对 走错路嘛 走对路 每一段都精彩的 跟对人 每天都是幸福的 哎呀 真棒 对不对 来 再举一档股票 太光 当它跌到这里 哇 那这个三月寸以来买了股票的人 没有跑的全部都套牢了 45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思考 如果你在高档懂得空 卖掉也可以 空也可以 对不对 卖掉也开心 因为卖到高点 空也可以 这一段就是你赚了 哎呦 53.1 当你看得懂 这转空了 当然不用怀疑 卖出去 那出现 之前就提醒你 这格局不对了 再一次卖出去 那出现 就是最好出手点 53.1 45.1 哎呦 8块就赚进来了 那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啊 这有什么压力 做对事 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左对路 每一段都是精彩的 跟对人 每天都是幸福的 幸福 开心 对不对 这是我们空的股票 这也是我们空的 细品 那你想一下 这段为什么不能空 这段多头怎么空 来到这里不一样 对不对 卖讯连续出现 这段当然就是不能做多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这段 第一个卖掉 第二个反手放空 请问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开心 走对路了 每一段都很精彩 跟对人呢 每天都很幸福 开心 对不对 当然开心了 跟错了就不开心了 真定 这是我们放空的 来到这里 当然你不用怀疑 我一定是放空这一段 这一段我一定不会放空的 这一段要嘛就做多 那是F股 我不做多了 这一段很简单不能空 那这一段卖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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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空了 他就下来了 那很简单 跌到这里99.9 那请问你100以上 103 107空 跌到99 同学朋友 你是不是赚8块 赚7块 赚6块赚5块 都很开心 就这样而已 所以股票操作就这样而已 我几分钟就把它讲完 那你搞不懂 你每天在那边找错误的物 在那边看资料 那都没用 那个都没有用 因为很简单 最后你还是赔钱 你还是做错了 那表示那个方法是错的嘛 上瘾昨天跌停 那你看他昨天跌停 他是昨天才出事的吗 还是已经出事很久了 问题已经很多了 之前就一大堆问题了 那只是你没有看出来这些问题 然后你傻傻在那边买买买 你不想让你转空 最后一天跌停板 今天又破底 然后你吓一跳 那怎么买到上瘾 怎么一下 跌破了 哇天呐半年低点都跌破 今天又往下打 200 盘中196 你不就混倒了 你买240 250那你怎么办 你买260 270那不就哭了 可是又不是昨天才出问题 又不是今天才出问题 他早就一大堆问题 那只是你看不懂而已啊 不是他没问题 是你看不懂 不是他没有转空 是你不想要转空 这就是一切的答案 不是这样吗 我要说 今天又破底了 那请问那是今天才出问题吗 还是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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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很早很早 很早这段反弹都不能追 因为根本没有三线反多 但是你不知道你就追进去 你可能买到239 339 今天剩290 你可能买到 359 今天剩290 你赔了60块 你赔了50块 你赔了40块 你一张赔4万 赔5万赔6万 这些钱都是不应该花的 该花的钱 钱要花在刀口上 有些钱你不得不花 要照顾父母的钱 父母行动不方便 要请费用 你能不请吗 你不请 然后你每天赚得饱饱了 爸爸妈妈在那边很痛苦 不对啊 这个完全不对了 这老天爷会谴责他的 对不对 该花的钱 交易执女的钱 孝顺护母的钱 这都不能省了 可是你在股票市场输掉的钱 这个可以省耶 你不觉得你这种股票你做多 然后你花了 你到时候买350 340 330 最后他跌到290 你不觉得你早就做错边了吗 而且这些钱你是可以省下来的 你可以不用错的 你可以不用输这些股票的 当然可以啊 只是你看错边了 不是吗 这应该做多吗 今天都大跌了 那今天才出问题吗 还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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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不对了 然后你到今天才知道它不对了 这种例子太多了 你要讲我讲 讲三个小时也讲不完 讲快一点 早就出问题了 哎呀 这早就转空了 这早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联电 哇天啊 这早就有问题 今天有问题 当然你会说联电 联电我又没有买 你又没有买联电 我知道你没买 那如果这张股票 是别的股票不叫联电 现行跟它一样 你要不要看得懂 如果这里出现很多卖讯 这不是联电 是某一档股票 是你手边的股票 这里很多卖讯 那请问你要不要跑 还是一起去给它报到这里 然后赔了三成再来后悔 答案很简单 或许你没有买联电 那你如果你下次买到这种股票 你要不要跑 当你看到这股票这里 哇一大堆卖讯出现 那请问你要不要跑 还是等到这里再来后悔 不就这样而已吗 来 中钢 一定有人说你又没买中钢 你把它当作一档股票嘛 好不好 不一定要把它看作中钢嘛 当那现行出现这种情形 你要不要跑 你告诉我 你要不要跑 远传 你又说没有买远传 好了一档股票 跟远传一样这种现行出现卖讯了 那请问你要不要跑 这里78 79 80 现在剩下69 一张你可能赔1万了 那请问在这里你要不要跑 还是在这里再后悔 答案很简单对不对 观传一课 这转空很久了 今天跌到28.1 那谁带你去买46 带你买45 带你买43 带你买39 跌到今天28 哇 对不对 你今年买都错了 投资品 股价高点不在今天 刚讲是这一段 把他拉远一点 哇 天哪 去年的7月就已经出现卖讯了 这段都OK 没问题 去年7月开始 出现卖讯 你就不能再买 到现在已经11个月了 11个月了 你说买进的话 可是都是错的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一定不想有这么多卖讯 对不对 你一定不想要转空 所以你还傻傻追进去 然后你可能就赔了50几%了 你的财产一半就不见了 这种例子太多了 早就有问题了 看远一点 刚看这一段 天哪 这早就有问题了 他不是今天才有问题 可是你不知道 是不是 想一想 你在股票输掉了 没分钱 值得吗 输的值得吗 你输的甘心吗 那如果值得 哇 你赔了30% 50% 没关系值得 值得就继续 你又输不怕 你就继续嘛 你都不怕 那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你觉得输得很值得 那你就继续啊 你就继续下去嘛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啊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输得很值得 你就继续啊 那如果你觉得输得很不值得 你早就可以跑了 那怎么办 因为你不知道高点 你赶快来找我 是不是 你赶快来找 不然你等到什么时候 来 第一时间没走 一个问题会变无数的问题 最后连身心家庭都出问题了 有这么严重吗 连身心连家庭都出问题 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会变无数个问题 尤其第一个卖点没有走 后面你舍不得走了 最后不得了了 身心家庭都出问题 也有这么夸张 有这么严重吗 你是不是要这样讲 那你看看有没有 空大厅 跌90几% 你看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你一千万进去 现在剩不到100万了 你一一进去 现在剩几百万 剩800多万而已 你输掉9300多万了 你看你会不会身心出问题 看你的财户会不会 造成你的压力 然后你会不会很甘心 这些钱输得很不值得 只有人家庭搞不好 我常常去演讲 看到很多做股票的 做到后来老公跟老婆离婚了 老婆跟老公离婚了 然后最后两个人在后面 起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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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演讲 怎么这两个人都起厨 起厨 起厨 看起来又像夫妻又像朋友 夫妮一问 男的跟老婆离婚了 女的跟老公离婚了 为什么股票做错了 钱输光了 另外一半把它修了 可怜 做到最后真的连身心都出问题 连家庭都出问题 有啊 一定有啊 怎么会没有 头怎么样 我都亲眼看见了 所以想想看 这种例子有多少 这理见不鲜了 做到最后连大老板脸都丢光了 真的吗 这昨天开股东会 这个人叫新光董事长武东金 他为什么躲在花的后面开股东会 不让人家看他的脸啊 因为宏达店产赔60亿 他去宏达店买宏达60亿了 60亿了 你知道60亿有多少 光一档股票 那新光镜都没人才了 也没有博士 也没有插盘手 也没有一些高手 都没有了吗 一定有啊 只是他们不愿意停损啊 他们看错还在坚持啊 他们没有遵守原则啊 他不晓得很多股票的道理啊 我昨天也讲过了 对不对 最后呢 只能躲在花后面 不要露脸 才不会丢脸 宏达店产赔60亿了 为什么 一样啊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一样啊 在哪里 第一个时间没走 一个问题会变无数个问题 那什么叫第一个时间 宏达店从1300跌下来的嘛 1300 100年6月2号 来 哎呦 1300在这里哦 1300 卖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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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你看到这个图 你要不要卖你告诉我 哎呦好恐怖哦 可是很多人 第一个时间没有走 1200没有走 到现在破百了 问题一大堆了 有啊 第一个问题没走 一大堆问题就产生 一个变无数个问题 最后身心家庭都出问题了 你看赵明美讲了一张图卡 都很有意义的 对不对 都是真的 不是看玩笑的 富人跟穷人差距 就从面对失败的第一个法令开始 当你看到宏达店 好转空了 你可买1280 可是1230转空了 你赔50块你要不要跑 不跑你现在变穷人了 对不对 他本来富了富人 因为一张130万嘛 他一定有钱才会买那么贵的股票嘛 当时没跑现在变穷人了 面对失败的第一个法令 就决定富人跟穷人了 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道理 你看我讲每大堵卡都很有道理 你想赚钱跟你能赚钱 哪一个到股票市场不想赚钱啊 都很想赚钱 但是你想赚钱跟你能赚钱 那是两件事 那不一样 不一样 懂意思吗 有些人做股票做得好累哦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排回在坚持跟放弃之间 到底要坚持下去还是要把它卖掉 犹豫不决 只有从13001200跌跌跌的破百 一档股票赔九十几 常常只要在坚持跟放弃之间 徘徊不定 对不对 身心都累了 不要让自己生活的太累 有没有道理 认为 很多人认为宏大帝很好 建立在听说感觉上的认为 他叫书家 建立在工具经验上的认为 他叫做高手 宏大帝转空就是卖掉 反手放空 没什么好讲的 当你有这样的观念 你是建立在工具上面 对不对 一个好的工具上面 你是建立在一个正确操作观念上面 经验上面 你就是高手 那你觉得听说宏大帝不错啦 感觉宏大帝不错啦 最后你就赔九成了 变数钱 是不是这样 好来 观念不改 应该站在桌面 要开宾室要勤募抽 可以自己决定 搞错方向的 有时候是万绝不复 一档股票下去 一个婚姻破碎掉了 很可怕 所以股票上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没有本事不要乱做 你没有本事更要跟对一个 真正有本事的人来操作 这样你才能够稳操胜券 懂意思吗 来 赵一鸣 6月21号 赞北营光木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6月21号赞北营光木 休息室为了走更远路 当然省下费用 省下钱就跟大家分享 一个节目会都很贵 我们公司节目一个月 常常都是好几百万 那我不上节目 当然可以省下很多节目会 赵一鸣还是一样在公司服务大家 只是这个费用省下来了 就把优惠给大家 赵一鸣上电视15年 不打折 没有再打折了 今天打最低折扣 打两折打三折 没有 不打折 因为我觉得品质是最好的折扣 赵一鸣这15年没有打折 但是最近要先休息 那我们讲每个因为节目会太贵 一国都几百万 现在把这个费用省下来 就直接优惠给大家 以前你看不到的 以前你有很多需求 可能没办法降价给你 没办法给你优惠 现在直接费用省下来 通优惠给大家 详细内容跟佛林诸董询问 张艺鸣6月21站北营光幕 辉北这15年的老舞台 7月1号57台东森 下午2点钟精彩重现 7月1号下午2点钟 我会在东森跟大家见面 休息时间大概只有9天 记得到时候转到这个频道来找我 7月1号下午2点钟的东森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1111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事故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事故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水也要钱 电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哇 哇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趟学去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这两台车 如果你是大老板 如果你可以随便选 那你要坐哪一台 现在宾是S300 S450 很漂亮 大企业组的房车 这是match的 如果你可以选 你要选哪一台 假设你可以自己选 随便你选 那你要选哪一台 当然这台 这个还用奖吗 那同样的股票 如果你可以看得懂 你会选 那你要买哪一种 你现在要做多的话 你告诉我你要哪一种 三线换多的 哇 这三线转空的 当然做多要挑这种三线换多的 对不对 这种股票就是卖掉 反手换空 因为会涨跟会跌 它涨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会看得很清楚 你就不会做错了 你赢个机会就很大了 来 举例一下 这个要做多做空 当然要卖掉 要反手做空 不做空也要卖掉 你不卖 很简单 这是你赔掉的 这是你少赚的 它为什么会这样跌 一定有问题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哎呦 那你下次要买这种股票吗 它为什么会这样跌 一定有问题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不是吗 投资面 所以如果你把它看懂 搞懂了 你看这股市人生 多么快乐 哎呦 它为什么这样跌 原来转空了 那你就不会赔掉这些钱 你就可以多赚这些钱 它为什么这样跌 一定转空了 对不对 时间的关系 讲不完 哇 这一定转空了 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 你一定不开心的 你一定赔很多钱的 是不是 这股票为什么张宇明都不会买 就转空了怎么 不就这样而已吗 它为什么跌那么深 就是空头隔绝 你不避开 你财产就赔光了 不是这样而已吗 它为什么跌那么深 投资面 就空头隔绝 你不避开 你所有钱都输光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股票市场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赚钱当然快乐很棒了 真正的快乐 更大的快乐是什么 让你赚钱变得很简单 你看得懂就会赢嘛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心情好了 身体好了 家庭就和乐嘛 是不是 就很大很大的快乐 当然把这东西发明出来 也是赵无人群 还是基因的 张宇明发明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股神系统是我原创的 来 6月11号我要赞北银光幕 当然省下很多的节目费 这费用 就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而且你没有 从来不看我折扣 为什么 操作好 盘奖对 这是最好的折扣了 辉北15年的旧舞台 7月1号 下午2点钟 在东升 精彩重现 一样 7月1号可以再看到我 我还休息大概9天 当然张宇明 我想在这舞台15年的 得到很多投资朋友肯定 我也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开心 那你如果说张宇明 你这几年来 你最开心是什么 我最开心是第一个帮助投资人 第二个帮助很多 穷困的人 张宇明每天在苹果日报捐款 1088 你说你每天打开苹果日报 你看到这个 很多人需要帮助 对不对 很多困难 你就会看张宇明的名字 1088 古城系统张宇明 我这个动作已经捐了 将近9年 那上次代表苹果日报 去把他颁给 去探论了 探论了这个癌症的人 然后把他捐一笔钱 这是65万 把他捐给他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张宇明觉得 我的人生活得非常有价值 在这个台面上 我觉得非常的 感恩 老天爷给我这一切 那我尽量也把他回馈到 社会上面来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7月1号 5至7台 下午2点钟 东森频道 我们再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大宇国际头库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大宇国际头库 以服务为本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